所以我基本上 我的觀察是只要簡易得當 我的吃就不會再有什麼明顯的有感染這些 什麼軟炎邊茅蟲啊 或是說雞蟲啊 蟲蟲這些東西 再陸續把這個魚放過去 養殖是這樣子的 就跟練武功一樣 講求心法跟招式 我們剛才示範的那些都是招式 那真正的呢 心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個學術學理的一個根據 看一下心法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哈囉 然後本來說要放這個 斑刀嘛 結果呢又拖了兩天 拖了兩天 為什麼呢 因為 突然發現我這邊 忘記蓄水 準備好了忘記蓄水 正常的是 我一個桶子要蓄水 先蓄水兩天 來源海水 然後不管是我池子裡的 為什麼 因為我池子裡有可能有病原體 或是天然海水 也有可能 你的天然海水 可能也有病原體 但我的 這邊的天然海水呢 一般養殖戶 是因為是殺肉的水 所以通常呢 蟲卵啊 這些病原體 會比較少 基本上是可以說沒有 可是也不可能完全說 永遠100%一定沒有 因為生物 都有例外 所以 基本上我們先不考慮 因為如果是有的話 我這樣水流進來 就會感染嘛 所以我基本上 我的觀察是 只要檢疫得當 我的池子就不會再有 什麼明顯的 有感染 這些 什麼軟炎鞭毛蟲啊 或是說雞蟲啊 蟹蟲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嚴謹一點 就是什麼呢 我們檢疫就把檢疫完成 流程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來源海水 來了兩天 然後我們通常呢 是由我這邊呢 準備兩個桶子 兩個桶子 一個桶子呢 一個桶子 蓄水已經前兩天 兩天就是我本來說要放 關刀那一天 我發現沒放 所以我來放了兩 放了 然後所以 關刀呢 我今天才下 蓄水兩天 這邊空的 所以現在要幹嘛呢 因為兩天 兩天了嘛 所以這邊空的 我要開始蓄這一桶的水 右邊這一桶的水 然後我直接抽花美池的水 第一呢 是因為我照說關刀 檢疫完成 我要下這個花美池 第二呢 就是 究竟嘛 方便 那我就不用來源海水 就不用來源海水 來源海水就 其實也可以啦 它製作就不用 我們如果去漁港邊 撈 撈這些海水回來用了 基本上一定會帶源 帶源這些 並原體 那基本上要記得 蓄水兩天後 才可以使用 你不要馬上用 馬上用 並原體就會出現了 那什麼原因呢 我們等一下 我們之後會做一個 詳細介紹 那你就會記得 蓄水兩天後 我們再用這個海水 那蓄水的中間呢 還是要記得打氣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打氣的話 海水就會怎麼樣 就會湊掉 湊掉一些流化物 就會堆積 那海水就沒有毒性 所以基本上 不建議你用死水的方式 去蓄 去積蓄這個 至少要有打氣 活流水的狀態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關刀要下去 關刀要下去 好 那我這一次呢 就選什麼呢 我就拿 本來是有16隻 然後回來中途呢 就昨天呢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Case 他說 有種水母跟什麼 所以他問我 關刀能不能賣 然後我就想說 也是可以啦 可是就想說 錢嘛 因為剛繳完 繳完廠豬 沒什麼錢 囊中修舍 那就順便就把5隻關刀賣給他 所以我這邊剩11隻 11隻 11隻在這個桶子裡也算 生物量滿高的 好 那我們就是大概這樣子 然後我們放下去之後 大概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明顯 像這一隻眼睛有點濁 眼睛有點濁 那什麼呢 有可能是 有有蟲咬 有有病 病的感染 另外一邊沒有 一邊濁一邊那個 然後加上有外傷 有外傷 那這個都有可能是 有種蟲的那個跡象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那個可能有打鬥 或什麼的 好 那這一邊呢 已經蓄水完成對不對 已經滿出來了 那我們就把 不要再蓄水了 兩天後的中午 前後呢 我們要來怎麼樣 我們要把這一缸的 這一缸水的魚呢 抓到這一邊 就換過去 就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就 再陸續把這個魚放過去 好啦這個比較大 好 4 5 6 6 7 8 9 你看這隻有紅斑 你看有紅斑 受傷 有受傷 那我們看之後 他會不會復原 那在關那個方式 因為我們也都 一直一直 原地的這樣揉加水 也沒有特別處理 其實有時候已經 那個寄生蟲已經感染的 非常嚴重 嚴重 那剛好要 就一個示範 有示範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就是在下一次 下一次我們在換池的時候 在這個操作流程的時候呢 我們再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好啦 這就是第一天我們把 關刀魚放進來的一個 詳細情節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對不對 也算一個懶人式的做法啦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後天 後天 第三天做一個處理 好 那就這樣子 哈囉 好 那我們那個第三天 第三天 那我們就是要做第一次的什麼 換池換缸換水 換水 好 那我們就很簡單 就直接什麼 拔 直接把它拔管 拔管 因為我這個設計就是 可以直接拔起來 OK 好 那就這樣 水就會排出來 好 那這個呢 切記 切記 我們這種附著物 附著物 不要去感染到什麼 感染到隔壁 隔壁水池的 水池 就放進去 好 那不要去感染到 那之後呢 除了魚以外 出了魚以外 所以魚我們還是要撈過去 好 那我們就是在 放水的時候就可以撈了啦 就不用說一定要等到水放乾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撈過 撈過去 那我使用的是這個 耳料生物網 比較不會傷到魚汁的 耳料生物網 好 那前幾天我們看到那個 紅斑的魚 身上有紅斑的魚 你要看一下 還有一隻 眼灼的魚 那應該不是這兩隻 那我們就直接讓他過去 那因為他們已經 連兩天都是同一個環境下 所以基本水溫不會 不會有差異 都是一樣的 都在同樣一個環境下 所以不用什麼對溫對水 對溫對水 因為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水面上 泡沫非常的多 泡沫非常的多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水質比較差 那個水質鐵定比較好 所以基本上水質 差到水質好的地方 溫度如果沒有差太多的話 直接過去就好 不用在那邊對水 對半天 那天有一隻 身上有三種紅斑的 OK好 那我們看 還有沒有在裡面 那你看他這一隻 你看眼睛已經嚇掉了 那之前那隻可能在 那個環境下 已經被橄欖蟲 還什麼的 那沒關係我們就一樣 繼續養 看他會不會 他這隻就是變後來會瞎眼 沒關係我們就讓他下去 看他最後的存活狀況 這隻有紅斑 這隻有紅斑 OK 視野上看起來狀況還OK 那就讓他過去 好那兩天後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做一個移動 OK然後這樣的水 這樣剩下水要怎麼辦呢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上面 可能也有帶蟲卵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一次圖解去說明 可能會帶一些有機質 或什麼的蟲的一些附著物什麼的 好那我們就是把水倒掉 把水倒掉 好第一個 乾燥的狀況下就可以把這個蟲殺死 第二個呢 淡水的狀況下也可以把這個蟲殺死 所以呢我們這樣 兩個一起來 我們沖完淡水以後呢 沖完淡水以後給他一個乾燥起 就可以確實的把他殺完什麼 殺死這個可能附著在這個上面的蟲卵 好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動作 好這是淡水 這是淡水 好就把他確實的沖洗過一遍 我們懶得刷的話就只有 只要沖水就好了 這個水的滲透壓 就淡水的滲透壓呢 就可以足以殺死這個蟲卵 足以殺死 可是呢也有可能怎樣 殺死我們的關刀 所以呢基本上 就看我們個人 看我們自己 看我們自己 所以泡淡水 沒有辦法 因為泡淡水在純淡水環境下 它要一段時間 那我們則是怎麼樣呢 用淡水呢 洗過 洗過 那你如果在魚身上沒有辦法殺死 為什麼 因為在魚身上呢 在魚身上它會 這個蟲呢是躲在這個魚的黏液裡面 所以你短暫的這個淡水期 沒有辦法殺死它 那長期的淡水其實當然可以啊 可是先把魚殺死 所以沒有必要 所以沒有必要 我們剛才都沖入淡水對不對 我們把它瀝乾 把它瀝乾 瀝乾多久呢 基本上我建議 這樣倒放 讓它水特地流乾 這樣的狀況下呢 兩個小時就夠了 那你如果要曬太陽什麼 當然也更好 就把這個桶子導致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把它裝滿水 這樣就可以直接滅蟲 可以直接滅蟲 就這麼簡單 不用下藥 好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先去怎樣 我們先去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這個 軟圓鞭毛蟲的生活史 我們怎麼樣 我們做這些動作呢 都是為什麼 破壞它生活史裡面 一個一個把它剷除掉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就得到一個 沒有帶蟲的一個魚這樣子 那就是大概這樣 然後我們就等一下到室內去講解 不然這邊太吵 好那我們先過去 然後等一下講解完 過了兩個小時 那我們就來 把這個水再續滿 就是 期待下一次的再換水這樣 好那就是這樣子喔 走囉 哈囉 好 那我們那個 三天嘛 我們第三天 然後我們 剛才換水完了 然後我們就在等那個桶子要乾燥嘛 那這個 這個空檔呢 我們來講解一下 那其實呢 養殖是這樣子的 就跟練武功一樣 講求心法跟招式 我們剛才示範的那些都是招式 招式 那真正的呢 心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個學術 學理的一個根據 所以呢 我們這是要學理的根據 就是心法呢 然後來變換出這些招式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學理 跟實際應用呢 都是不可或缺的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學理的部分 那就是心法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講的是什麼 軟圓鞭毛蟲 軟圓鞭毛蟲 這種小型的 小型的體表寄生蟲 那我們剛才之前講那個什麼 白雞蟲那一些喔 那個吸蟲 那是大型的 那有時候可以用泡淡水去除 那這個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都是什麼勒 它是寄生在那個魚的 皮膜之下 所以你泡水它基本上也不會出來 那 基本上泡到魚死 魚基本上如果不是純淡水的話 泡到魚死掉它也還不會死啦 就是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心法是什麼勒 就是這個 我已經畫好啦 好 那這個就是軟圓鞭毛蟲的什麼 生活史 生活史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上課囉 好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 講解一下 那我們基本上呢 軟圓鞭毛蟲我們從什麼 從我們魚開始 魚開始 有講 因為我們現在怎樣 假設一個題目就是 關刀進來的時候 身上已經有帶什麼 已經有帶軟圓鞭毛蟲的病原體 那它會在什麼時候呢 就會在這個時候 就會在營養體的時候 營養體的時候 就是它身上會寄生 會在魚身上寄生 好那寄生的時間呢 約莫是3到7天 3到7天 可是有沒有例外呢 有 聽說有到 因為有到15天的 也有到15天 可是呢 它通常在比較極端的環境下就是什麼 就是比較 天氣比較冷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所以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有可能 有時候有可能會到15天 那所以一般呢 一般我們在那個 一般我們自己在檢疫的時候 基本上10天 9到10天以內就可以 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這種夏天的話 夏天的話 那因為冬天它反而軟圓鞭毛蟲活性不夠強 活性不強 不只那個生長死慢 它的那個活性也比較弱 所以通常呢都是什麼 冬天的時候反而是雞蟲那一些 雞蟲類比較活躍 因為雞蟲比較怕熱 那些雞蟲類 反而是夏天比較少一點 那冬天 冬天就是 冬天就是反而這個 那邊毛蟲 比較活性比較低 那不管 都是有可能會感染 那也會帶緣 所以呢 基本上3到7天 我們就要斷絕的是什麼呢 它 那它的營養體已經吸把營養了 它已經在魚身上獲得需要的營養以後 它就會怎麼樣 成為一個營養體以後 會離開 自己離開 主動離開這個魚的 記住 然後呢 會游離到水中 會產生一個叫 原分裂前體 那這個時間呢 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從魚離開 然後它只要遇到附著物 它就會附著 它就會成為一個附著 那附著這個時間呢 就是大概是 人家研究是3到28天 就是我們就這樣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所以這個東西呢 你記得3 什麼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們兩天要換一次什麼 換一次這個桶子 為什麼 因為今天魚 就是 關刀魚 它身上 沒兩天呢 怎麼樣 脫離出來的這個營養體 到這個分裂體的時間呢 通常是什麼 3到28天 所以我們兩天 有可能它附著以後 3天 3天以後呢 它怎麼樣 它就會開始又變成掠食體 又有可能 掠食到這個魚身上來 所以呢 我們就是3到18天的時候 我們什麼 兩天換一次 兩天把它換掉一次這個桶子 讓它附著在那個桶子裡 我們就讓它在桶子裡 然後另外呢 這個桶子裡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樣 它 怕的是什麼 怕的 當然啦 極高溫極低溫 當然都怕 可是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 用熱水嘛 或冰水 這個太麻煩 很簡單的 淡水 純淡水呢 可以直接殺死這個 附著的分裂體 這個分裂體呢 它可以分裂從一個 分裂成什麼 200個 200個小的什麼 200個小 小略實體 多的有的品種 多的可以到1000個 上千個 都200到1000個的 略實體呢 然後再去重複感染這個魚 所以我們在 我們為了兩天換一次 就是為了斷掉它什麼 附著期呢 變游離期 再變 又附著回去 那為什麼 另外就是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兩天什麼 蓄水 因為 我們進來的海水 有可能帶到什麼 帶到這個 略實體 我們有可能 有可能 當然你今天是泡海鹽就沒有嘛 不會 就是海水素 當然不會 因為乾燥的環境 它不會有這些略實體 但是如果你是新鮮的天然海水 它有可能就有帶有 略實體這個東西 除非它就是什麼 你看 12到48小時 所以呢 這個時間裡面 超過 兩天 超過兩天呢 這個略實體都沒有吃到東西 都沒有抓到魚的話 它怎麼樣 它就會自然萎縮死掉 所以呢 為什麼蓄水兩天 我們關刀魚 才準備要下到另外一隻 好 那 那有可能說 那我為什麼 抽海水帶進來的時候 雲分裂潛體已經什麼 已經 已經帶進來 然後在這邊 然後你 養了什麼 我們蓄水 蓄水兩天 好 雖然沒有這個略實體 但是這個分裂體 也會有可能 自己又分裂出什麼 略實體 因為這個分裂潛體 你把它帶進來 有這個機率 可是非常小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 營養體呢 營養體 營養體到這個呢 它只要遇到東西可以附著 它就會附著了 它不會在水中一直飄離飄離 基本上你可能在 在這個方式的來說 譬如說你裝的一些水啊 或什麼 它可能就已經直接附著在你的桶子上面了 它就會附著在你的桶子 它不會說在水裡面一直游離 它只會在這個過程中游離 但它基本上 不會太久 不會太久 因為它 它是一個比較大分子 因為它是營養體嘛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桶體 它不會在水面什麼 乾割太久 那你剛幹好的話 怎麼樣呢 你就把你的海水用 紫外線殺菌燈 也是一種方法 紫外線殺菌燈 殺過 或是說用一個 很細的那個濾網 濾綿 把它過濾 你是可以把它過濾掉 有這個疑濾的話把它過濾掉 但這個流濾體呢 那個略實體 基本上很小啦 很小 那你可能過濾的那個網目又要更細 那基本上 比較 比較麻煩 比較沒有辦法 那我們今天處理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 海水 海水呢 續養兩天 然後就 關刀進來 就養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方式 我們讓它什麼 在這個期間呢 盡量把營養體 排離掉 而且不會重複感染回來 就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這樣的方式 那 所以說你不要說放到五天 六天 七天 那我們一開始 這個 一開始第一天的這個大桶子 我們就是 不是 我們之前 放到這個桶子 其實我已經放了 我兩天 放了至少超過一個禮拜了 所以就是 如果它真的有一些什麼呢 有一些軟圓邊毛總代言的話 有可能已經重複感染了 已經有重複感染了 所以 你才有看到那隻關刀魚 眼睛瞎掉 有可能它就是已經被軟圓邊毛總感染 然後它去 眼睛不舒服 去摩擦 另外就是身上有紅斑那些 也是什麼 可能已經有被寄生 所以它身上覺得癢 它去摩擦 大概這樣子 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 這個窗刺呢 就是什麼 沒有下藥 我們就純粹換水的方法 把它的世代去除掉 所以這以上呢 就是我們什麼 所以就是軟圓邊毛蟲 一個 心法 這個是心法 然後接下來我們教的是招式 我們招式也有 心法也有 就是大概這樣一個生活史 我們去把它斷除掉 斷除掉 附著期 幽靈期 寄生期 就是這樣一個circle 這樣一個circle 那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那就是阿坤以上教大家 軟圓邊毛蟲的無藥檢疫法 就是這樣 呈現給各位 好啦 那另外呢 就是說什麼 有沒有例外 生物凡事都有例外 那當然這些都有 尤其是這個分裂體的 這個分裂體 其實聽說數據裡面有顯示 有超過六個月 有超過六個月 都還有分裂能力的 的分裂 它就是 可能世代比較緩慢 那通常這樣的個體呢 它的感染力也比較低啦 那通常它的基因就是它的 就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它的感染力部分 通常也比較弱 那基本上忽略不計 忽略不計 我們只要計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大概這個數據 大部分這樣的數據 如果這樣還是不幸堪難 又重複堪難了 表示你的第一個可能 方法 方法沒有做確實 有一些細節 你可能沒有顧慮到 第二呢 是什麼 第二就是 它真的有特例 有一些逃脫的 逃脫 就像我們那個 新冠肺炎嘛 也會有一些逃脫的案例 生物絕對都有例外 還有沒有絕對值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這樣 然後另外呢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天氣熱 天氣熱呢 它的世代就會快一點 通常你說3-7天 它其實可能 天氣夠熱可能5天 5天它就可能就已經 離開 離開這個魚體了 那可是我們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做 做緊身一點 我們通常都做9天 冬天呢 我們甚至要做到15天 所以後續呢 我們可能要有一個餵食時間 不然它中間這個 這麼久都不會死 只換 只要換來換去 它有可能也會餓死 所以我們就是 還是要給它一個吃 吃的事情 那後來後面我們會慢慢 跟各位介紹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那也歡迎在影片下方問 那那個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新設的鋼體 裡面如果你有放活石的話 不要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放活石以後 它基本上一個月內呢 都有什麼 都有可能會感染你的魚 所以建議 如果你海水缸有放活石 或珊瑚的缸子 基本上 一個月後 一個月內 不要放魚 因為你放了魚呢 它怎麼樣 它就會開始有一個寄生環境 那到時候又整個白點 有個軟硬變貓蟲又泛爛 就是應該這樣 就是因為你什麼 太急的放魚 會導致這樣 所以你可以放一個什麼蝦子啊 或 花癡啊 軟絲啊 不管 就是不要再放魚 讓它有寄生的機會 那就是這樣 另外提醒各位 好啦 那以上這個呢 新法就傳給各位啦 那我們的上集 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小鈴鐺記得打開 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發布訊息 阿快速主流樂園呢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要去 放水囉 走囉